邀请四位市长我们共同拿着凝聚特色的礼盒 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 会议前台北市长蒋湾新北市长侯友宜 金融市长谢国良 及桃园市长张善政护政办首领 历经一年的时间 基北北桃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再度召开 今年以气候变迁及调试为主题 设定八项合作方案 轮值主办的台北市长蒋湾说明相关合作成果 值得一提在交通组 我们有简单存折 这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四县市的交通局 决定公司大家共同开会讨论 所以届时我们四县市会在4月1号开始 正式串接 台北市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始 实施上路之后 得到的反应跟成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扩大到四县市 刚好结合去年120交通月票的相关运据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像台北市我们结合优游户 然后一打开 只要搭乘 捷运公车 使用U-Bite 累积点 累积里程数 就可以换算 你累积减碳的 这个数量 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而且能够确实 达到我们对气候变迁之后相关因应以及调试 希望逐步的达到2050建林摊牌的目标 另外今天的消防组我们也特别针对跨县市 潜市灾害的同胞机制 我想之前不管是大火 浓烟飘至台北市 我们即刻的改善来收批建立了更完善的机制 配合近林排碳的会议主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宣布最新的基隆电动机车方案 将扩大适用对象并增加补助额度 基隆市为了推动电动机车的使用率 促进近林碳排的转型 我们宣布从3月29号起 基隆市政府加码补助电动机车方案 不仅让青年朋友免费的把电动机车骑回家 更祭出月资费最低只要0元 太旧换新更可以领取1万元的奖励金 机车是我们台湾民众最习惯 也是最熟悉的运具 当然为了要达成近林碳排的生活方式 在大众绿色交通的建制上 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加速 让基隆市可以成为近林碳排的典范 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肯定 既被北桃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的做法 他也以桃园市政府运用人工智慧数位治理 解决工地扬城的创新做法 透过平台将让政策效果加成 在这个大规模工地 大风吹过来 阳城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进行洒水 我们用这个空气的侦测 和这个影像侦测 在第三行下就做了一个自动洒水 如果说阳城比较严重的时候 自动洒水 阳城马上就会被压抑住 我们在这些发展过程里面 把这些数位治理 数位工具 创意 能够想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这个是可以贡献到 我们其他几个城市的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交流平台上面 每一个城市 在某一个项目上面 如果有一个创意 我觉得这个平台马上可以把这个创意的效果 乘以四 放大四倍 另外一方面 过去的经验 如果说可以彼此接近的 马上可以透过这平台扩散出去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提出 包括环状线 金融捷运及陶云捷运局线等跨线市捷运案 强调新北市将负起责任 让北台四线市民众都能享有 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 我们跟台北市一直合作的半大中和线 新北的士林线 我们目前都把南环北环 陆陆续续的开工 这个组合的路往 未来还有民生系组线 我们跟台北市的合作 我们预计到三月级 就会把中规 报出去 不然是这个样子 我也看到基隆捷运 我们跟谢市长 跟台北市 大家一起合作 基隆捷运行政院 多次跟我们三个市长接触 那接触以后 新北市会承担起责任 不然承担起责任 会在先期的规划设计当中 慢慢的陆续的展开 希望基隆捷运 我们能够快速大家一起合作 把他建立完成 按这样子我们跟台湾市张市长 我们的三英线 拉到台湾达德这一段 在3月1号 交通部已经核定 要报到行政院来同意 那新北市也会跟台湾合作 新北市会承担起兴建的责任 另外针对近日引起大众关切的虐同案 强调没有人是局外人的台北市长 角湾特别透过这项四线市交流平台会议 提出儿童保护7加1政策 我们包括新北桃园基隆 共同的支持 大家也会全力的四线市共同 来推动7加1守护计划 包括我们共访机制 包括全日托儿童的守护 也就是增加房市的频率 那另一方面 我们对于出养后出养前中继安置 由保姆收拖 保姆的各项要求标准 要比照这样家庭 另外也建立优质保姆家长推荐平台 我想这些我们在7加1计划 大家共同努力 也会全力的来推动 这项强化修补社会安全网的政策 也获得基隆桃园及新北市 三市市长大力支持 由北市府提出的7加1方案 我们非常的认同 基隆市也有非常多的保姆 未来需要做优良的评鉴 必须要关怀这些保姆的身心状态 希望能够再让他们可以跟孩子 多更有爱心跟耐心 这也经过需要未来的一个训练 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7加1方案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会按照今天的会议结论积极落实 未来让孩子的照顾 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 在最近这个深坑里面的大火 污染跨境的污染 还有这个虐头事件 这些突发事件 我想台北跟新北在里面都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宝贵的经验也透过这个平台 扩散出来让我们能够未与筹谋 我想这个不管这些事件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从里面学到宝贵的经验 让将来如果再有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非常万全的准备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交流平台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些经验 台北市已经明了一个7加1守护计划 我们大家全力及北北桃共同的支持 那其中有关三方共法机制 强化我们的社工的仿视以及危险的辨识能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会跟中央做好公文 充分的沟通跟讨论 尤其在服务面跟法制面 能够把有所不足的地方把它做得更完备 这是我们一直心的一个态度 社会市长也期盼 从基北北桃市县市开始做起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并与中央一起携手合作 不让这样的悲剧憾事再度发生 记者张其滕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